哈喽电脑前亲爱的糖果精灵们很高兴又来到我的糖果课堂做客 今天我们要去认识许多的新朋友了 他们被称之为是标点符号家族中的成员 他们都是一群可爱的标点朋友们 那在前几节课的学习当中 我们不仅仅学习了拼音 学习了字 学习了词 还认识了句子呢 其实标点符号 它就是用来在句子和句子之间平顿 而且呢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些小家伙们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许多的孩子已经对他并不陌生了 那可是呢 我们却知道原来标点虽小 作用却大 其实有许多时候啊 由于标点符号使用的不够得到 或者我们不够去关注他 还容易闹出大笑话呢 在我们今天的小故事课堂当中 有一个人叫做阿呆 就发生在了他身上一个极为倒霉的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 相传呢 阿呆他们家呀 有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就是在一个旅游圣地的附近 那有许多的游人 哎 他们呢 可能游来了一天无比的皮萨了 那可能呢 哎 也像咱们一样 那一上午呢 都坐在课堂当中 这个 这个学习 对吧 又喝了许多水 于是就非常想去厕所 这个是 这个 咱们能够理解的一些生理的个人问题 那这些游人呢 有的很文明 他就会去找洗手间 有的人呢 他可能就会涂方点 是吧 于是随地打小便 那此时此刻阿呆 他每天亲人把门子打开呢 都会闻到一股异味 是吧 而且他们就会发现呢 原来又有人在他们家门前 随地打小便了 那阿呆他就非常生气 怎么现在的游人 还是这么不闻你们呀 那怎么办呢 想个办法 就写了一个 一条横幅 贴在了他们家门口 可是 阿呆这个人呢 他就不太擅长使用标点符号 他这一条横幅写完了 是这样的 游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 哎 没有任何标点符号 第二天他又推开门 结果发现 怎么有更多的人 在他们家门口随地打小便了 他非常愤怒 此时此刻呢 就找来这些 这个 他终于按下决心 是吧 终于按下决心呢 想在门口去等着 看看究竟谁 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 于是终于找到了这一个人 又来了一个倒霉蛋 在这个地方 刚上大小便的时候 被阿呆给发现了 阿呆非常愤怒 就走上前问他 那这个游人呢 他呢 就说 你的这个横幅 不就是告诉我们 游人等不得 在此大小便吗 游人等不得 等不及了 对吧 过来里游的人等不及了 就可以在此方便一下 那么 可是阿呆的意思是什么呀 孩子们 哎 其实他是说 游人等 不得 在此大小便 不仅游人 可能小狗也不能 也不允许 是这样的吧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因为没有使用标点符号 而闹了一个大笑话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 发生了极为搞笑的事情 那么其实 在我们平时的学习当中 有许多的孩子呀 马上就要步入小学一年级了 我们到了一年级 比如老师带领大家玩了一个游戏 哎 我们就可能会把这个游戏的过程 记录下来 以作为以后的珍贵的回忆 那有一些孩子呢 标点符号呢 可能就不太关注 哎 他可能就这样说到了啊 今天堂果老师在课上带领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同学们有的 下载前仰后和 有的怎么怎么样 还有呛 呛的老师已经不行了 是吧 我们就会发现老师在批作文的时候 也是无比的痛苦啊 因为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我们从头到尾一句话就下来了 哎 中间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标点符号虽小 但是它的作用可大了 那么今天这一刻我们就要去认识四大标点兄弟 他们也是在整个的标点家族当中最常出现 人员最好的了 那我们首先呀 带领大家走入今天的精灵白宝箱 看看在白宝箱当中这四个人是不是都等交集了呢 我们首先来到了第一个地方啊 来咱们来看一下正在老师的身后出现了哪些景物 我们能够看到有荷叶是吧 还能够看到有池塘 池塘下面还有一些黑黑的大肚子在小尾巴的小家伙 他们是小蝌蚪是吧 让小蝌蚪游上来啊 小蝌蚪好了 那么有一个标点符号 它就是非常的像小蝌蚪 它呢被咱们称之为是豆豪 我们来看豆豪它长得像什么呀 孩子们来说一说它长得像什么呀 我们来讲开想象的翅膀 你也来做魔法师 刚才我们说它长得像小蝌蚪的确很像 是吧 除了小蝌蚪它还像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又有个孩子说 它可能像小豆芽 可能像豆芽菜 是吧 来老师给你一个小儿歌啊 长得像个小蝌蚪 哎呦 同学没发出声音 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 我们先可以 这两个词有点陌生 我们去变成拼音 它是形声字 蝌蚪 长得一啊 长得像个小蝌蚪 可是不在水中游 拍起手来 我们再来一遍啊 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长得像个小蝌蚪 可是不在水中游 它的样子 大家记住了吗 那么我们在写它的时候 下半学期 我们还会重点的去学习标点符号规范的书写格式 那么你现在可以试着去写一写 先画一个小石心 是吧 小肚子 然后画一个小尾巴 像小蝌蚪一样 对不对 还看谁的小豆号写的最漂亮 我们现在电脑前的孩子们可以准备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准备一张纸 可以准备一张纸 准备好了吗 然后我们把它对折 把它对折 因为你可以暂停视频 赶快去准备啊 对折以后呢 我们再对折 对折再对折 好了 打开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一二三四有四个格 是这样的吧 我们可以呢 拿剪刀 咱们不要拿剪刀的 我们就用手把它撕开 好吧 把这一张纸撕成四个小长方形 一会我们这几个小长方形 有用老师来带领大家做游戏啊 好了 那其中一个小长方形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拿起笔来 诶 至于我们的握笔姿势啊 大哥二哥对对提 手指之间有缝隙 手离笔间一次远 一拳一尺记心中 至于坐姿 拿笔姿势 看谁表现的最棒啊 好了 老师有一双金星火眼啊 我们就会发现 你你把笔拿 拿好了之后 我们在你的这个这个小长方形上 写下一个小豆好 你要记住他的样子 好了 写完了吗 孩子们 没写完 你今天可以暂停视频来做这一件事情啊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儿哥 长得像个小蝌蚪 可是不在水中游 不在水中游 他要在哪出现呢 他呀 其实就可以在句子和句子 子之间起到停顿的作用 一句话没说完 哎 又该换气了 我就可以用道号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到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大家看见了许多的 有小青蛙 有小青蛙 有小叶子 叶子上有几滴圆圆的小露珠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来认识下一个标点符号 它在哪儿呢 孩子们 你们发现了吗 嗯 在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它呀 被称之为是句号 一句话说完了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用上句号 有句号的地方就表示一个意思已经表达完毕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句号啊 它长得像什么呢 孩子们 有的朋友说 嗯 它长得不就像小露珠吗 要有的朋友说自己喜欢做魔法师 我们会发现句号可能长得像一个小太阳 好了 有的有的比较喜欢吃和我一样比较喜欢吃糖的孩子 说 它长得像甜甜圈 是这样的吧 好 只要你的想象是合理的都OK 我们来看小露珠为咱们带来的儿歌啊 小小露珠圆又圆 和老师一起读 预备 开始 小小露珠圆又圆 那是漂亮的句号 嗯 再比起眼睛来一遍啊 小小露珠圆又圆 那是漂亮的句号 句号一出现就代表一句话说完了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争执这一句话了 其实不仅仅让我们一句话表达完了以后 我可以用句号 那么比如说有的同学呢 哎 他非常的喜欢发出感慨 比如说说我今天好开心呀 我终于见到糖果老师了 这样吧 哎 我们能够感觉到他非常非常高兴 是不是 好 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标点兄弟可以为咱们提供服务 他呢 上面是一个小树 下面是一个小点 对吗 我们来看一看 他被称之为是碳号 树下带点脾气大 有时哭来 有时笑 哎 你看有许有一些陌生的字 我们就可以装上拼音了啊 比如说啼气 这个咱们已经学完了 是不是 啵啵啵啵啵 七七七七七 对吧 反九啵 正九七 正六拨 反六得 对不对 随时随地的我们就用上拼音了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太好 比如说 嗯 有一些高兴的语气 悲伤的语气 哎 我们都可以用太好了 他能够表示人们强烈的情感 那又有的同学说了 老师如果我在问问题呢 如果问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请出来 对吧 上面就像我们的耳朵 下面的小点就像咱们耳朵上带的小耳环 它就像一个小耳环一样 对不对 这种标点符号被咱们称之为是问号 行状像个大耳朵 爱向别人提问题 好 跟着老师再来一遍啊 预备开始 行状像个大耳朵 爱向别人提问题 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问号了 如果有疑问 比如说今天你吃饭了吗 你在认真听课吗 对不对 哎 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出去玩呢 是吧 好 那有问题的 有问 这个比如说我有提出问题 或者反问或者疑问 我们都可以用问号 好了 孩子们 在刚才的精灵百宝箱当中 我们分别认识了四大标点符号 老师还让大家做了四箱小长方形的纸片 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 就是逗号 是不是 现在我们要把圆圆的和我一起去复习口诀了 圆圆的 肚子圆圆像露珠 是不是 把圆圆的小句号写在另外一张卡片上 对吧 还有把我们一束再一小点的小套号写下来 把像个耳朵戴上耳环的小问号写下来 那么这四大标点符号我们都写在卡片当中 现在我们可以和身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玩游戏了 老师要说游戏的这个过程怎么操作 我们可以让爸爸妈妈也准备这样的四个小卡片 逗号 句号 问号和叹号 我们分别拿起来 分别拿起来之后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拿到了逗号 比如说咱们喊逗号 是吧 那么对方一定要快 妈妈在另外一方喊逗号了 你一定要快速的找到逗号 并且跑到妈妈的身边 如果三个人玩是最好的了 比如说爸爸喊到了问号 对吧 那你要快速的拿起来像耳朵一样的问号 跑到爸爸的身边 那么就这样看谁的反应速度最快 也可以 你来喊 你来拿起来标点符号喊 那么接下来呢 让爸爸妈妈跑到你们的身边 当然了 你在喊的过程当中 这标点符号一定要冲着自己 不能让对方看到了 是吧 好我们会发现和标点相关的游戏呀 也是非常多非常有 非常好玩的 好了 现在我们就暂停视频 开始去玩游戏 我们就暂停地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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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